農曆2月19號 關世音菩薩聖誕 樹林區長陳其正 來到樹林保安市場裡的蘇德宮 拜拜祈求國泰民安 蘇東里里長 同時當選主任委員的王極二表示 慶祝神明生日 準備了鹹湯圓 希望信眾大德 吃了能平平安安 家有電視來訪問我們這個 樹林鎮的樹德宮 新鴻關世音菩薩的聖誕 弄那個湯圓拜那個 慶祝神明菩薩 然後就是給那個大德居民 來一起來共享 給他們那個保平安 祈求家庭的幸福這樣 廟前樹東里志工 咬出一碗碗的鹹湯圓 分送給信眾們 而廟的後方志工跟素食業者 忙著噴煮250台金的湯圓 還有高麗菜香菇等配料 他們早上五點半 就在這裡忙盡忙出 像我們今天是關於菩薩誕辰辰 阿姨說今天五點半 就要到樹德宮來服務 我五點就到了 我就看了 真的 五點半他們就到了 所以說我很感動 我這裡所有的義工 大家對我們都很周到 服務很周到這樣 所以我們每年都有準備 那個甜的湯圓跟鹹的湯圓 來讓這些我們附近的信眾 來吃平安圓 所以我們今天準備的湯圓 總共有250斤 所以希望大家都在這附近的朋友 都能夠來吃 然後吃個平安 樹德宮擁有兩百多年的歷史 除了關聖音菩薩聖誕會準備湯圓外 也會在主寺土地宮的生日 還有關聖帝君生日跟中秋節慶 準備一碗碗熱騰騰的湯圓 廟方聖舉讓參拜的民眾 既填飽了胃也溫暖了心 記者梁安靜 梁敏宣 新北市樹林採訪報導